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翰翰 我們現在打來下全新的破曦夢魘集喔 那這邊帶大家用黑金梵蒂岡來解雙成就 隊長戰有相同跟零石 要解三成就應該是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這一關的話呢 需要靠龍媽 也就是米斯特廳的忌餓 去把役補轟掉喔 不然如果你要用原始的方法 補血 然後去打役補盾 梵蒂岡是真的比較困難一點點喔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甚至連隊長技都沒有給回復倍率 那我們就不要自虐了喔 好 然後時光牌幫我帶一張 可以處理無屬級盾的就可以了 那我這邊帶的是真實與夢境的混淆這張二星牌喔 主要就是處理第一關的無屬級盾 無屬射白白 也可以直接射穿無屬級 好 那隊伍跟龍科配置我有打在旁邊 如果說還有疑惑 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來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我們先開自己 然後選靈幻 好 然後這邊先一回合送他 好 第二回呢 我們就開副隊 然後選機格 好 然後這邊也是直接送他 你可能會想說奇怪 為什麼明明都要送他了 還要在那邊開招大費周章的 其實這個開招也是有用力的喔 就是讓米斯特聽劍瑞子趕快到百分之百 好 不然第三關就要用他的忌餓了 好 那第三回這邊的話我們先抓這個流光珠 如果塞到梵蒂岡裡面去 隨便一吸送他就好了 好 第四回呢 我們就開代幣與代拉 然後我們開自己 選靈幻 好 然後我們抓副隊 OK 好 接著來到第二 好 第二我們就開副隊 然後選機格 然後我們開代幣與代拉 好 讓我們抓自己 代幣與代拉有無視紅綠燈 然後抓自己是因為 有羈絆可以多追打兩下 OK 好 再來第三 好 第三這邊就是米斯特聽的忌餓 直接把他一補整條收掉 好 來接著二血 這邊我們開那個13號機的忌 然後我們開自己 選靈幻 好 然後我們開代幣與代拉 好 然後這邊抓自己 OK 好 這邊帶過去 好 接著第四 好 第四這邊我們先偷兩回 來 這是第一回 那個我先講齁 下一關是那個 欸 不是啦 就後面有那個灼熱地啊 你如果是要用這張時光牌 同時防灼熱 也就是你沒有機械螞蟻的話 這邊你記得把這個 死鬼除滿齁 那我是沒有用這個方法的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是在把我要做的做完齁 就是偷兩個回合 好 那第三回我們就開副隊 然後選機格 然後我們開代幣與代拉 好 然後抓自己 好 第四回呢 我們一樣開代幣與代拉 好 然後我們開自己選靈幻 好 然後抓副隊 好 然後也就是這一回合過後 我們的龍媽要正式說再會了 可以跟他說八八 因為他就直接 殞命了 好 接著第五 好 第五這邊我們開代幣與代拉 好 然後我們開副隊選機格 好 那這個版面是剛好數字二六 我們就直接送他就好了 OK 好 接著第六 好 第六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開機械螞蟻 機械螞蟻就是我用來防灼熱的手段 接著我們開自己 然後選靈幻 然後我們開13號機的記憶 然後我們開黛碧羽黛拉 然後抓自己 接著第二條血這邊我們先偷兩個回合 這是第一回 對 回復顛倒不用怕 一開始就有提到他光是要補血就很難了 這個回復顛倒自然不用害怕 好 那第三回我們就開副隊然後選機械 然後開黛碧羽黛拉 然後抓自己 好 那這邊就一樣收掉 沒問題 接著第七 第七這邊我們就轉隊9C兩次 那我們這邊是可以使用黛碧羽黛拉固版的 這邊稍微轉一下 好 這樣子 OK 好 如果說鎖定到那個死掉角色身上 那就真的只能送他了 除非你真的倒霉連續被鎖三次 不然這邊不會出事 如果真的 歐洲人連續被鎖三次 建議趕快寫信嗎 官方那個主畫面右上角的齒輪點下去 那個 有一個聯絡我們 直接在那邊寫就可以了 好 來 這邊我們再一次 9C 好 把他轉成直的好了 OK 好 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 那王一這邊我們要稍微偷一下齁 就是等那個 13號機的技衣跳 啊 如果說 如果說已經有跳的話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開13號機的技衣 好 然後我們開自己選靈幻 好 然後我們開代幣羽黛拉 好 然後這邊我們等下抓自己 轉一組火的L 並且要記得留一顆加護珠下來齁 好 然後這邊我們轉一組火的L 好 然後要記得留加護珠 好 就留這一顆了 OK 好 來 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 那接著第二條血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開副隊 然後選機格 好 然後這邊我們把龍科之力打開 好 然後我們開代幣羽黛拉 好 然後再開個機械螞蟻 好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們等一下就抓副隊喔 去把火珠轉成兩組L 這樣就可以了 好 L 他是任意形狀都可以齁 所以你像我畫面上這樣也可以 就一正一反 這樣也OK 好 那這邊二血也收掉 好 第三條血這邊的話呢 我們再開一次龍科之力 好 然後我們開自己 選靈幻 好 開代幣羽黛拉 好 開機械螞蟻 好 然後這邊我們抓副隊 變成把火珠轉成三組L字 好 這邊就是把你打那個 叫什麼 魯米納斯夢魘集的記憶 再叫回來 好 就把他轉到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是黑金梵蒂岡過的這個夢魘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譜